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拥有天使脸孔与完美身材,但她真正爆红原因竟是因为,网友赞报,完美。 有人说,林志玲是横空出世的游物。也有人说,她是大气完成的极品。 无论哪一种,都无法照过一个事实,她带着175的身高,34c的胸,无可挑剔的脸庞,娇妹酥软的娃娃音,成为华人公认的女神标志。 那一年,她30岁。 此后,好方平吉利,送我上青云。她一路飙红,速度快得令人意想不到。 就好像我们一夕醒来,大江南北,黄河内外,都流传起了她的名字。 曾有人问,为什么是林志玲?原因也简单。 因为她最贴近东方人心中的完美。 美,善,慧,柔,雅。 林志玲的美貌,是没有侵略性的。 线条柔和。 气质高雅。 清澈的圆眼睛,额旦脸,蜂蜜般的肌肤。 没有锋芒,一切都恰到好处。 她刚刚做模特时,名不见经转,只有圈子里有人知晓。 但那时候,依然有人预言,她一定是下一个Superstar。 因为她太耀眼了。 眉目流畔,灵秀天成。 不说角色,也算不折不扣的佳人。 加上家交严格,修药极好。 从世界排名前20的多伦多大学毕业,或西方美术史和经济学双学位。 这种学识令林智玲受益一生。 在娱乐圈,太多明星虽隐秘双收,但有时体面,举止粗笔,言谈低俗。 林智玲却从未有过失态之时,哪怕面对种种刁钻与挑衅,也能云淡风轻地化解。 有人曾骂她花瓶,她微笑着说,即使是花瓶,也会努力在里面装满温柔似水的水。 有人说她有了鱼尾纹,她说,真是不好意思,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 我会记得下次把她藏起来。 拍赤壁时,有人问,梁朝伟比你矮吧? 她答,在我心中,男人的气度永远是胜于高度的。 狗仔队跟踪她,一直跟到了家门口,她也不愿怒,转过身来说,谢谢你们送我回家。 而她还发明了一种林志灵式合影,半曲的腿,力争比别人矮一头,让别人看起来比她更高。 颁奖,握手时,同样会奔去双腿,自初到以来,一直都在这样做。 如果是职业所需,我只能说,我从未见过如此敬业的一人。 如果是本性如此,我会感叹说,她真的做到了,根植于内心的修养, 无需提醒的自觉,以束缚为前提的自由,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 除了美貌,情商,林志灵最令人称道的,还有敬业和自制力。 陈凯歌拍到世下山时,曾说过林志灵的一个细节。 当时林志灵后场,穿着旗袍,鼻挺而端庄地站在一边。 陈凯歌让她坐一下,林志灵说怕坐了,旗袍皱了,重新探会很麻烦服装师傅。 就应声声站了三个多小时,林志灵是富豪眼中的香波波,却没像某些女星一样成为玩物。 其中根本,就是她是明白自己要什么的人,因为知道要什么,所以她极端克制。 所以,在每个场合,我们看到的林志灵,都亲切但不亲侠,礼貌但不过界,让人如牧春风但又深感不可谢玩。 英格马博文,曾说过一句话,真正的美人,一定是肉身柔软,但灵魂坚硬的。 林志灵也是这样。 拍花样姐姐时,大家到了南极,在那样的极寒之地,导演提议下滨海游泳。 所有人都吓惨了,包括当时的男生。 只有林志灵,换上泳衣,毫不畏惧地跳入寒冷刺骨的南极海洋。 下过海的人都说,在水里的时候,感觉自己快死了。 万箭穿身,无法呼吸,如同濒临死亡。 但林志灵在水中一直微笑,变换泳姿。 不皱眉,不呻吟,在海中坚持了三十秒之久。 你以为她一身柔眉,其实她灵魂刚强。 你以为她是公主,其实她坚定如战士。 当年林志灵坠马,后背马踢断肋骨,那样的剧痛加深,她同样坑都不坑一声。 和严承煦分手,一句话都没说过。 软话没有,硬话更没有。 她沉默着接受一切,包括命运带来的疼痛,也包括世俗带来的误解。 林志灵出道以来,流言蜚语,从不曾停止。 如当年的富豪追求说,范菊说,还有今年被人微博上开骂。 她经受不白之冤,也从未辩解。 仿佛是局外人,仿佛与世隔绝。 她只会继继续走自己的路,抬头,挺胸,烟然一笑,或扬成,迷下菜。 我一直执拗地认为,林志灵比我们想象得更好。 她是名贵的,也是充满自制力的,更是坚定的。 就像手表,一丝不苟,永远准确。 在苍狂的时代里,从容,优雅地走自己的路。 不急,不徐,不争,不抢。 时针精准前行,女神完美无憾。